好 我们来看到近期的金融市场 这个地缘政治问题是成为了关键词 那市场也是不断涌入的避险情绪 就成为了市场波动的主因 黄金也是成为了大赢家 在9月3号朝鲜宣称成功进行了清淡事业 那市场也是一片哗然 这是自2006年以来朝鲜第六次核实验了 那其力量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 朝中社报道就称朝鲜来谴责美国 试图实施更多的制裁 不过就过去地缘政治问题经验而言 冲突可能会激起一时的避险情绪 但是市场也总是会快平静下来 等待事情的最终的解决 Harris我们看昨天这个美股 可以说是低开低走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跟这个朝鲜的问题 因为大家也是比较的担忧的 但是能不能看作是美股一个正常的 或者说是一个健康的调整 那如果说这个避险情绪回复到一个正常的情况之后 美股还有机会再次反弹呢 我个人认为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调整 不是一个转世 或者大家投资者方面对于未来方面很悲观 昨天那个调整方面表面上是因为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问题 但是旅途其实也牵挟到特朗普的管制方面一个问题 因为大家其实开始越来越对它没有信心 越来越对它没有内心 因为本身其实之前它那个飓风打风的那个Texas 那个德州那边刚刚打完风还没搞定了 其实马上又要来一个叫一马的那个飓风 那个风力北极前那个更强 那个是直接吹到那个佛罗尔达那边 如果是真的吹过去的话 大家恐怕可能又有一个比较大的破坏 也牵涉到很多保险的赔偿 所以昨天晚上跌的最多其实是金融股 金融股里头保险股跌了 但另外一方面其实银行股也跌得比较厉害 因为本身大家对于特朗普能搞好那个税改 其实那个看法也比较悲观 再关键就是大家对于那个加息 也觉得应该是比较较亡了 因为本身就是经济方面 如果特朗普节目搞可能搞得不太好的话 然后联储局再加息的机会 12月份可能都慢慢减少了 如果加不到息的话 那对于银行方面那个利息 他们贷款跟那个传款的那个利息差距 也可能没有想象中节目可能矿祸了 就是可能一直都是现在那个地步 那等于就是所有好多那些从金融股 尤其是银行股方面挣到钱的那些基金方面 昨天就把握机会马上从那个板块方面溜走了 大概所以那个板块都跌了2%左右 今天早上其实我们香港那边 汇丰空股也好 内地的那个银行股也好 也大概跌2% 就是因为那个原因 大家看不好未来方面 有特朗普政府方面那个管制方面 即下的那个经济状况 大家都有点悲观的 你看其实现在最近这段时间的港股 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也的确是非常的明显的 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 这些投资者应该是说要 我观望一下比较好 按兵不动比较好 还是说可能要再看一看 有什么样的机遇 或者是称低的来进入等等 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称低稀拉的 因为刚才美股也好 其实我觉得了2430点 其实已经有一个支持 但港股方面 其实今天的那个地位 大概在那个27400点 那个位置了 其实已经从高位 28127点那个位置了 跌了大概2.5% 然后再到那个位置方面 找到一定的支持 我未来方面可能再往下走 一点点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过去港股 很多时候调整的时候 大概都跌到有3%到4% 之间的那个位置 大概3.5%左右 如果是跌到3.5% 恒生起数大概是 那个27300点左右的那个位置了 差不多应该停了 但今天因为到了27400点 其实也可以考虑 称低稀拉的 因为本身我觉得 如果即选做好在那个26800点 就没有问题 因为关键是过去 都没有恒生起数 从今年开始到现在 都没有跌过超过4%的那种状况 如果跌到那个26800点 已经等于跌到那个4.4% 已经相当高多了 所以我对于未来后市方面 陈迪希腊是我的策略 也可以分享给观众方面朋友的 因为长期来看 你还是比较看好这个港股 因为我们最近来看到的时候 因为这个美元 的确是比较的弱势 再加上现在有一些 这个避险情绪的升温 所以这个黄金呢 也是一路在上涨 那接下来您怎么来看 这个黄金是不是会继续上涨 相关的这些股票 黄金类的股票 是不是可以来值得入手一下 那个我说不了 那个因为本身 对不要了 因为本身为什么了 其实避险工具过去 那一两天都涨得挺多的 比如说好像黄金方面 到达1344块美元那个位置 其实现在有一些些回调 大概是1338块钱左右 那个载富震荡 然后同一样的就是那个美债 美债方面昨天晚上 到达了那个2007的那个水平 其实也是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重要心理关口 因为两厘那个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心理关口 再往上涨也涨不了多少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预言 预言其实在108 其实也一级载富震荡 因为预言方面 也是一个避险产品来的 那三个都到了一个高位了 我觉得了未来方面 那三个板块的回调压力 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大 我宁可买股票 也不愿意买那种避险工具 因为为什么 反正基本因素是好的 因为过去 我们业绩期刚过了 那些企业方面的盈利 很多都要算为受制的那些增长 然后那个经济数据也好 PMI方面也做得挺不错的 然后再加上了美元下降 然后人民币往上走 人民币往上走 对于内地很多企业方面的盈利 都有一个很正面的影响 所以我宁可买股票 也不愿意买那些避险机场 避险机场太保守了 我觉得挣也挣不了多少 其实反过来 如果那件地缘政治的问题 一平静下来 那个荷兰国跌得挺厉害的 六我们来看说 因为现在这个中国 刚才你也提到说 中国的这个经济数据 是开始下好了 再加上现在一个外围的环境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A股 其实近排这段时间 还是走得不错的 但是在接下来的话 大家也是非常担心 就是说例如像今天 这个全球恐慌情绪有所升温 那么当然这个A股 也的确是有所下挫 那么如果说它要继续下跌的话 我们都说它下跌空间不会很大 但是它上冲的这个动力 还足不足呢 我个人认为了 其实还往上涨的机会 会比较多一点 但可能不是快流 可能是慢流 因为官方已经定了 一个慢流的那个政策了 所以未来方面 我觉得年底之前 到3500点没有问题 但关键是中间 可能是比较闷的那种 每一天可能涨10点8点 这么样子的慢慢爬上去 但关键是3300点 我觉得计程力度很足够 因为为什么 这么辛苦才爬到3300 我相信中央方面 不愿意它跌得太多 暴力哥或者那些国家队 其实在3300 我相信也盘景好 好多基金方面 愿意把那个内地的股市方面 往上推 推高其实对它们有好处 因为之前2015年 它们买下来的股票 其实都在3500点以上的那些位置 如果推高了 它们的业绩也可以看多的 所以变成了未来上富上成了 就应该跌破3300的机会 我想非常想了 好我们再说说大家非常关心的 就是这个iPhone 8 很多这个国粉们也是越越欲试 非常期待说赶紧可以看到这个iPhone 8 来上市 那我们来说它在这个上市的前后这段时间 其实它这个股价有没有可能会有所变动 那投资者是不是可以来跟随一下 看看这样的股价呢 其实iPhone 8因为本身牵挟到的那些企业方面也比较多 好像通达或者那个瑞幸科技 但其实之前炒得挺火的那个顺鱼光学和那个秋苔科技 反而没法的 因为它们不是零件空性箱 未来方面如果炒那个板块了 我觉得了现在已经炒得挺贵的 今天个别好像瑞幸科技 今天都回吐的比较多 3%以上了 未来方面要关键是看出来之后的市场反应是怎么样 因为那个手机方面我觉得iPhone 8 大家都有心理预期就觉得它是贵的 大概卖1万块钱左右 那个最高的那个model那个型号方面 但关键是市场方面 对于它的那些新功能接不接受 如果接受的话 那股价方面还是有机会往上冲多一段的 但如果不接受的话 可能在高位方面要调整一段时间 我个人建议 其实不如等一等 如果现在有货就可以等一等 如果现在没货了 现在才买也有点贵了 不如等一等 等它回调以后再买 我觉得是比较靠谱的 对 好 谢谢Harris的分析 好的 我们今天亚太商情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感谢温刚成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更多资讯请流浪万TV的官方网站 以及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